再問一問黃醫生 在短短的10天先後有3名5歲以下的應有兒就分別染疫離世 有報導指目前有超過750名的6歲以下小童患病 你又如何評估第五波疫情對小朋友的風險 第五波的對小朋友是很嚴重的 之前那幾波好像小朋友的症狀比較輕微 還有很多小朋友都未必感染到因為不用上學等各方面 但第五波因為傳播率很厲害 Omicron比以前傳播率高達70倍多 所以變成很多小朋友都有機會種植 另外因為五歲以下的小朋友沒有接觸過疫苗 所以他們遇到這個病毒的時候 他們的種植機會更加多 其實在世衛或者其他國家裏面有些數據顯示 其實Omicron去年11月開始 在美國或者南非也好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有入院的經驗 所以我想家長真的要小心 王醫生請教你 坊間普遍的印象就是 Omicron好像傳播性高 但是重症比較少 但剛才我們Annis都有說過 3個染疫的離世嬰兒都出現了腦炎 好像很嚴重還有抽搐 其實所謂的重症小對嬰幼兒是否也是一個例外 其實對他們來說未必是一定輕症 你覺得對嗎?Erik 因為剛才說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因為第一個疫系統是比較成年人 是比較沒有那麼成熟的 第二就是他們基本上沒有注重疫苗 所以他們遇到Omicron 其實他的抵抗力的確是比較差 還有剛才說的數據 例如有兩個研究 一個在南非 一個在美國 他們發現那些小孩子 原來都在南非有三成的小朋友 他們也有抽搐的現象 所以剛才你說的 我們在香港的三個個案 有抽搐的現象其實也不奇怪 雖然在美國他們的抽搐的現象 沒有那麼明顯 大概是8%左右 但這個也是很重要 當然那三個個案 我們要知道詳細 我們未知道 未來也會有些去研究 但基本上可能有些病毒性的感染 有機會可以併發一些腦炎 尤其是以前的肺炎流感 或者搶病毒 有些小孩子的疫苗系統的問題 都可以併發腦炎 那抽搐或者經常是嘔吐 都可能是一些腦腫 或者是腦炎的症狀 剛才說 其實對於小孩子 尤其是五歲以下 其實的症狀可以嚴重很多 港大的一項研究說 三至十歲的兒童接種兩劑科興疫苗 他們的中和抗體水平 比同樣接種兩劑科興的健康成年人更高 那黃醫生是否顯示 小朋友接種兩劑科興疫苗 會有更高的保護率呢? 其實是的 現在基本上我們都提議 小朋友都要接種兩劑科興 無論是科興或另一種 腹必泰也是 因為小孩子的免疫系統 其實他接種了疫苗之後 他的抗體會為了一段時間 還有他們的抗體數字 和大人覺得有些少不同 他們最後的時間都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暫時說 我們都建議小朋友來說 都是接種兩劑科興疫苗 其實基本上的保護率也是足夠的 不過現在三、二十一歲的小朋友 其實只有兩成左右打了第一針 其實早前醫院藥劑師學會 也有一個調查 發現只有24%的家長 有醫院帶五十一歲的小朋友去打針 他們主要就是擔心副作用 後遺症 你自己怎樣看他們家長的擔心 你作為醫科的醫生 怎樣平衡風險 後遺症和疫苗的保護 有沒有一些建議給大家 你的問題非常好 其實打疫苗來說 我想香港的家長 一點都不陌生 因為我們香港的小朋友 打疫苗的覆蓋率是很好的 我們整個九成多的 因為這樣 其實我們香港的傳染病 比小朋友少很多 但是這次為什麼 遇到新冠病毒 大家這麼緊張 或者這麼擔心疫苗 我想是因為它比較新一些 其實全球都很新的 但是問題是 我想新的疫苗 雖然說是新的 都說是過億的小朋友打過 一般來說 他們所謂的副作用 例如科興來說 主要是發燒 或者有時候 有些痛 或者人家有點累 這些都是比較輕微的副作用 所以大家加上不需要擔心 一般小朋友打了疫苗來說 都是有這些所謂的副作用 一般幾天都可以燒它 另外 因為復必泰 當然它的症狀 所謂打了針後 反應都差不多 有些比較 例如青少年 男生來說 他們的所謂的心機 營率比率比較高 但是隨著我們研究小組 都建議 現在將兩針的復必泰 可以分開來 例如相隔三個月 其實那些副作用都相對比較少 至於剛才你問 究竟是否應該打疫苗 絕對是應該打的 為什麼呢 我們想一下 打疫苗之後 我們將無論是滅亡疫苗 或者是科技的疫苗 我們應該減低份量的病毒 讓身體有一個反應 有一個預防 但是如果這個 我們都擔心的話 如果遇到真面病毒 他們的傷害性更加大 所以兩者趨其輕 一定是打疫苗的安全性 會高很多 以及保護小朋友 會高很多 如果小朋友不幸運 就中招了 其實會有什麼病徵 我們都知道現在醫院的床位 是緊張的 隔壁設施都是緊張的 很多時候可能都要暫時 有一段時間 可能都會留在家裡 那家長應該怎樣去照顧他們 或者其實看到什麼狀況之下 我們就不要想了 一定要打999 叫救護車送他們去醫院 一般中了新冠病毒 那一般的症狀 其實跟普通雙方感冒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它都可以發燒 有時候可能喉嚨痛 流下鼻水 如果小朋友發燒 當然要給他一些退燒 還有補充一些水分 這是最重要的 剛才第二問到 有什麼症狀 我們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當小朋友 突然覺得很累 或者基本上 常常睡覺 這個小朋友的症狀 可能比較嚴重 第二 如果遇到抽筋 這更加重要 抽筋來說 顯示腦部受的影響 比較嚴重 如果這些情況 我們都不要等了 一定要叫救護車 另外 新冠病毒 尤其是Omicron 是由一些國家 都發現了 還有一個呼吸感染 所謂的思考病 我們英文叫Krub 這種病毒性感染 比如在腐流感 都可以產生 這種思考病 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突然呼吸 會覺得比較吸收 還有什麼叫思考病 聽起來好像狗仔喊的聲音 如果突然很高音 咳得很緊要 很密 你呼吸很急速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症狀 因為這些是上呼吸道 有一個腫脹 可以呼吸 如果這些情況 都是加上去留意 快要找人幫忙 或者去看醫生 而且我經常說 小朋友很簡單 他吃得睡得玩得 即是他OK 如果三件事他都不做 有些很重要的症狀 當然要小心去觀察 和留意 那小朋友或者照顧者 他們是戴面罩 會不會比較有用呢 都會的 口罩未必是完全貼上 所有小朋友的面型 有時候 保護都不是百分百的 那戴面罩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現在鼻生冠病毒 大部份都是飛沫的傳播 如果帶著面罩 起碼在你面前打個黑痴 或者咳嗽聲 那些飛沫都不會直接 噴到小朋友的面 變成形成保護網 加上去完街 這個面罩都要清潔 不可以一直用下去 每次都可以用酒精棉花 給他抹乾淨 吹乾淨 這都是一定的保護率 如果真的要去街 可能戴著口罩 加上這個面罩 都會有一定的保護能力 因為其實現在三歲以下的小朋友 其實就不可以打疫苗 政府規定了 其實我們有什麼家長 有什麼可以保護子女呢 那第二件事 我想追問一下 其實就是 現在有些情況 可能未必是小朋友中了 可能家人中了 但是他自己家裡又有小朋友 那怎麼辦呢 要怎麼做呢 那三歲以下的 雖然他現在不可以打科興疫苗 但我很建議家長去打流感疫苗 為什麼呢 我們傳統季節性 就是冬季 現在一、二月 是流感高峰期 流感疫苗 其實六個月以上的小朋友 就可以打的 但是萬一不幸運 那小朋友中了流感 加上新冠病毒 嚴重性會很厲害 所以起碼有一個疫苗 可以保障 先打了流感針 這是第一 第二 在我們家裡 大家都很擠迫 如果一個家長或一個大人 中了招 那怎麼辦呢 那第一件事 如果有病的大人 就要先戴口罩 因為戴口罩 始終是隔住了那些症狀 第二 可能在日常生活裡 儘量尤其是吃東西 要脫口罩吃東西的時候 儘量分開 就不要在一起 那當然 如果看家裡的環境 可以分到有房間的 可能中了招 萬一要家居隔離的時候 可能都在一個房間裡 就變得少一點跟小朋友接觸 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而小朋友來說 如果肯定在家裡戴口罩 那就最好 多重保護 但如果不肯的話 我相信可能大人戴口罩 都會有一定的保護能力 其實香港大學的兒童及青少年科學 在教授劉宇龍的團隊 為約70個3至10歲的兒童 接種了科興疫苗 初步結果顯示 其中22名的兒童 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之後 體內的中和抗體水平 其實就教18歲或以上的健康成年人 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更加高 其實那個水平 就教成年人接種三劑科興疫苗差不多 而且研究至今 也沒有任何嚴重不良的反應 負責研究的劉宇龍教授說 3至10歲的兒童 接種科興疫苗是有效的 促請家長帶美接種疫苗的小朋友 儘快接種 劉宇龍又強調 科興疫苗採用傳統滅活技術 十分安全 而且各國12歲以下兒童 已經接種多於1億劑的科興疫苗 其實期間也沒有發現任何安全問題 今次最新的公佈研究結果 再次證明家長是可以放心給年幼的子女接種疫苗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專家一早已經說了 兒童接種科興疫苗 其實是可以有效的預防重症和降低死亡率 我五歲的女兒已經完成了接種兩劑科興疫苗 希望大家不要再猶豫 盡快帶小朋友打針 謝謝Aaron 現在有數以萬計的確診患者是未能夠送院 在家裡隔離 究竟同住的家人應該怎樣照顧患者 以及做些什麼避免感染呢? 在這裡就給少少提示大家 共享基金會聯同CCOUC災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 針對香港的情況 製作了一份居家檢疫護理指南 這一份懶人包有圖有片 大家可以去到港人港地的網站 或者在影片下方的連結、收睇、下載 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廣傳給朋友 讓多些人分享到這麼重要的資訊